你快點照顧一下她的心情吧 準備 有點難受,劉先生 其實我不用存在你,姊妹 她一定會相信我 奧運就到了 Sport Solo這次舉辦了 競技遊戲 讓大家知道更多奧運的小知識 所以也邀請了不同的運動員 上來做嘉賓陪我玩遊戲 我身邊旁邊會有記得拿外套 還有傻小怪 不是,這個我怕我不能說 我先說吧 不要那麼緊 這邊真的很閃 大家是否熟悉奧運的東西 跟我知道今年奧運 香港三個天然的代表是誰 是嗎?我也知道 阿龍 Jason 我突然記不到她的全名 太龍 阿龍,很親切 好,我們的遊戲叫沙巴王 我們受到官方的授權 去做這個遊戲 我們自己弄了不同的程度 然後將奧運的小知識 變成這個卡 這個卡的遊戲究竟是怎樣還 不知道 非常好 我們可以邀請我們的遊戲管理員 遊戲中 每位玩家都會獲派一個身分 分別是老實人、黑白人 和迷糊人 做迷糊人的玩家 首先要閉上雙眼 然後數9秒 老實人要在9秒內看遊戲牌後面的答案 然後將牌放到原位 阿巴人就在9秒內思考答案 倒數完之後 迷糊人就會張開雙眼 隨意請其他玩家對題目發現 解釋答案 老實人需要誠實地說出自己看到的解答 而阿巴人就需要直接創作出 令人相信的答案 所有玩家都需要說服迷糊人 自己才說真話 當迷糊人詮問完畢 他就可以指證誰就是真正的老實人 回來了,大家都知道遊戲規則吧 知道,準備好了 真的嗎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你快點照顧一下他的心情吧 他很… 準備好了 劉先生有點難受,來吧 天光請開眼 你先聽誰說 你先聽誰說 我先說 上面寫著這個字,我不會讀的 下面有個提示叫劍擊、物料和裝備 但上面的公仔提示是打劍的人 所以他是一個劍擊的術語 由於這個,怎麼看也像 應該是法蘭西文的關係 又加上奧運在法蘭西那裡玩 所以這個其實是花劍的法蘭西文 即是張家朗打的那種 說起張家朗,學員三輝是張家朗 順便買一下廣告 這個字是跟劍擊相關 就是花劍的法蘭西文 你說得對,是花劍 是嗎?那為甚麼 你為甚麼認同我 不,為甚麼… 是… 等等… 這是… 還是假的 等一下… 還沒錢就可以中斷了 那我們下一回合吧 你不是老實人嗎 我當然是老實 他不會說甚麼 我現在是傻丫頭 對,我自己也不懂 熱身完畢 好了,現在證明他們真的 很了解對方的情侶 因為一看就知道他是假的 好,張家朗放在桌上 上面的公仔是一個… 油炸丸子 哪裡… 像小龍包 我也想,像蝦餃 對 對不起,我們這些美術部的同時 可能不解釋了丸子是甚麼 油炸丸子究竟是甚麼 大家看到我的提示是足球 是 它是一個足球的帶球技巧 這個盤球的技巧是用腳的內側 去帶球或傳球 是源於西班牙 為甚麼會有油炸丸子在這裡 西班牙食 像圓形一樣 即是用內側帶球的時候 搓球 對,好像搓球一樣 所以有一個丸子的形狀出現 照眉太極的… 很用手的,手球 人們都是踢球,用手球的 在奧運期間 由於有一個足球隊裡有球員 他水肚不服 所以他到了比賽的時候 在奧運期間 他會要求吃這個 就是這個炸丸子 其實這個圖是錯的 是意大利飯 錯的炸出來的丸子 他不吃的,他就不可以比賽 他覺得是一個傳統 對,即是一種特色 一些小雜族 吃早的人的能量會比較好 是意識感 所以他每次比賽都要吃這個 就可以出了名 所以就有一個叫油炸丸子 他這個我也有聽過 好像是西甲的球隊 我記錯了 是嗎 西班牙的 西班牙媽媽 你說西班牙媽媽 不過是意大利和歐洲 大家都會吃的 是嗎 你能分得到嗎 我真的覺得… 你真正好 我覺得你是吹水的人 我是吹水的人 是 我是一個不老實的人 是 你笑得眼淚水了 我可以留在這檬牙上 你怎麼這麼感動 你覺得很真誠 但是… 我也覺得自己是一個 很真誠的廣大話 是 或是假的 其實我也很想知道 真的初博 是因為你吹得太大 管理一下他的眼淚水 真可憐 我想問他跟我有什麼關係 對, 我想問 這樣也有關係 對, 足球… 跟運動有關係 其實除了煮汗之外 會不會留意其他運動員 會, 游水和山車 不, 你煮汗 你三脫, 你三個運動 我現在煮汗是跑步 是一個長跑的運動員 愛情的長跑運動員 我知道了, 冷靜 此次是… 分辨到誰是好人, 誰是壞人 我就是那個壞人 請打開壓 二十三面金牌, 游泳運動員 好像是鮑菲比斯做到 好像開了他的飯 Michael Fifth 是否玩完了 游泳運動員和歷史 我不應該說出來 我假裝不知道 然後… 不用, 你知道也行 因為你是一個運動員 你是一個游泳運動員 我想看你的演繹 好, 那就等他演繹給你看 好, 3、2、1,請 我不知道該怎麼說 很擔心 我很擔心 兩個人 兩個人 其實可能這個節目 已經看到他們的對望 已經還完了 其實這個節目是不需要存在 在奧運史上 曾經有一個人在同一個項目 拿到二十三面金牌 同一個項目拿到二十三面金牌? 同一個項目 他是這樣說的 難道一個人可以參加我的項目 有甚麼項目會同一個人拿到二十三面金牌 同一個運動項目 同一個運動項目 他這個樣子已經有質疑 你繼續… 我不會… 這個二十三面金牌是甚麼 不是岳飛的十二面金牌 是奧運的金牌 他的意思是曾經有一年 有一個國家 很歷史善地拿了二十三面金牌 從那裡開始後 他們的成績越來越可 然後他們就成為一個歷史善地一刻 所以就叫做二十三面金牌 完了 所以其實跟游泳是沒有關係的 我猜是你 我是甚麼 你是老常人 正常的 你不跟老常人也說不上話 現在他們太了解他了 沒錯 我這樣說得很難 我這樣說得很難 你要在一個項目… 你已經說得很難說 在一個項目中 拿到這麼多牌子 其實只有游泳可以做到 因為游泳一個運動員 可以選擇幾個項目 例如自由式接力 然後又有混合接力 我們現在不應該選擇 4乘200接力 對… 很多項目 你這樣坐在一起 柳俊麗的游泳教訓 即是美國那群運動員勁的那群 是可以取得很多面順牌 他完全不想理會我們 你再說吧… 對,就是這樣,我先看看 好… 真的是飛鼻絲 果然是游泳的人 一看那張牌的飛鼻絲 就在那裡… 有氣旺,會整個彈出來 等等,為何我每次都要 我做不老實的人 因為你說話很漂亮 還是因為我太不老實 就是這個樣子 他又哭了,又流眼淚 3、2、1 灰姑娘? 你需要時間沉澱嗎 還是你趁現在記得要先說話 我給你一個機會 對,先說話 灰姑娘的意思是… 不知道… 是你 她的提示是作息時間 是 其實運動員正常也要很早睡覺 正常的 有好的休息 你的表現就會… 眼前一亮 但好,別這樣問 你們兩位都是運動員 平日的睡覺時間是怎樣的 我也不好意思說 11、2點… 可能你剪片剪到晚了 我最近不剪片,我最近拍拖 其實這是一個形容詞 形容詞 對 首先大家要看回灰姑娘的故事 灰姑娘本來不是公主 她是素地 而且她自己也不知道 她最後竟然成為公主 嚴格來說,那個故事變成了皇妃 總之變得更厲害了 對… 我不執著你,對不起 她自己也不知道 是… 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這是一個形容詞 是 形容一些隊伍或運動員 是 爆懶 她就是灰姑娘 是 這是一個形容詞 次次你把這些字拌好 顯得好像為說而言 但次次說她是一個不說謊的人 所以我相信她是不說謊的人 我猜你是老闆人 即是我被人欺騙了,對吧 即是這個笑容 她是老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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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是這樣嗎 對 她還說壞人做得很開心 我是老闆人 她是老闆人 竟然是這樣嗎 對 跑步是否也有灰姑娘 有,是我 今年年尾 灰… 灰,真的灰 灰色 我可以開了 好,可以開了 我想聽誰說 先靜點 你先 好 12秒500 這個是… 流長的跨欄 百英米欄紀錄 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這麼簡單 其實12秒500是甚麼 沒錯,是田徑 田徑裡面 我們這些是熱愛香港本地體育的人士 說回香港人 其實是蘇華偉的時間 他有一年在殘奧的時候 拿到牌的時間 就是這個時間 我這麼真誠,你也要想 你是老闆人 我是老闆人 貼上一個雷 貼上一個雷 我覺得這麼真實 還是我的忍體太假 我覺得他會再快一點 是嗎 是的 但的確12秒500 真的好像跟流長一樣 是,那你放在廢蘭的世界紀錄 放在世界紀錄 差不多 差不多 所以很好的發揮 原來你說謊這麼真誠 你現在說謊很真誠 不是,我的確… 不是,是真的,12秒500 我的確 你自己顧我吧 我們公司外面有很多鍵盤 你喜歡跪哪一隻 請睜大眼 對了,好 我先聽你說 先聽我說 這是蠟腸狗Valdy 下面的提示寫著 官方認可和個人喜好 我告訴你,個人喜好是假的 它是熱狗 它是食品 它是一個官方認可的餐廳 去合作作為一個贊助 同時,這隻熱狗 其實是一個官方的家常物 即是它是一個官方認可的贊助 裡面的公仔 巴黎奧運 對,巴黎奧運 巴黎又不吃香腸 巴黎又不吃熱狗 當然會吃 所以這就是巴黎奧運 官方贊助的食品 是家常物 這個臘腸狗Valdy 它是官方認可的… 官方認可的甚麼 吉祥文 官方認可的吉祥文 就是拿獎牌會有 那個公仔的 即是那時候 每個人都有一個公仔的 你說那個公仔也有 巴黎奧運的公仔是這隻嗎 我沒有說它是巴黎奧運 你說而已 其中一屆奧運會的吉祥文 你的演繹就是… 它是其中… 它是其中一屆奧運會的吉祥文 你就是這屆奧運會食物的吉祥文 食物的吉祥文 對 那間公司… 別人有麥當勞和麥當勞叔叔 這次就是… Wardy 火鍋 狗肉嗎 它夾在中間 你別管,你真是特色 你玩的食字劇 火鍋就跟你一樣 拿獎… 你想想,你的名字 就等於外面的熱狗包 因為它就是它的外套 關係就是這樣 我覺得兩個都很膩 你是老闆人 我是老闆人… 是 沒有,別人說謊 我說得很厲害 你說甚麼 這字幕很難翻譯 他應該不是這隻狗 不是這隻狗 我… 為甚麼你沒想到 你拿個包夾著狗 大哥,怎會出街 你要多加一、兩句 在後面的 不是,它的顏色 我轉頭就忘記做了 他拿麵包夾著狗 你加個年份 我覺得你會相信我的 我覺得你會相信我的 有點加持 我沒有停機… 你還給我… 好 其實這是一個人數 人數,1896人 這是今年殘澳的參賽人數 殘澳的參賽人數 殘澳現在有1896名的運動建議 會參加你嗎 第一屆 你也… 甚麼項目都要看 1896 是 是一個年份 是 它是第一屆奧運的年份 第一屆奧運的年份 是 1896 莫力小差,1896 雅典? 你是想幫我們開 你突然要答他 雅典 因為第一屆奧運 是雅典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就是阿Ling的 奧運小教室有上線 即是要開香檳 好的 1896 就是第一屆 雅典奧運 然後你就說 1896 是人數 東京殘澳 還要東京殘澳 好了 他寫的 括號 我覺得是口術 不知為何 雅典奧好像比較浪費 即是第一屆奧運 但如果我作為一個 資深運動媒體人 如果這樣也答錯的話 就會比較瘀傷 所以為錯而錯 我相信是殘養人士 因為如果我1896 怎知道真的錯,怎麼辦 所以我唯有猜是阿Ling呢 我也知道你很勉強 為錯而錯 我不想 放得很明 我是… 真的是20點嗎 記不到後面那些,很長的 真的在1996年 我想說,詩詩是散亮了所有東西 我完全忘記了 是長得這樣 你是這個遊戲的筆,很難 你不相信我 這些是你們的家事,我不想知道 是,不過有一樣東西我真的很想問 其實你們大概有記得 第一次看奧運是甚麼事嗎 2000年吧 2000年 三和天人第一次被納入奧運 是2000年 其實今屆… 2004年就有香港運動員參觀 就是李自我 是 2008年就有兩個運動員參觀 另一個就是李自我,一個物數0 2008年… 因為我暑假,時間是可以… 可以看電視 看電視 三和天人,今年你又怎樣看 三和天人奧運 今年是在運河上舉行 但有機會取消 他好像要改變 如果他改變,就會變成六上兩旺鐵人 即是跑踩跑 是 其實轉為跑踩跑 對於Jason來說 是沒有那麼大的優勢 我覺得他這麼專業 如果他有游泳的空間 他會發揮得比較好 是嗎 是 其實三和天人三樣都要玩完都可以 如果你問我,因為我游泳真的很不聰明 我每次看到他們游泳 還在海上,我真的覺得很厲害 鐵人是困難的 因為你兼顧三個項目 但它的好處是你可以練習 你可以練習 但有些項目是… 天資真的佔大部分 有些技巧較多 你劍擊、桌球等 可能你真的未必可以練習 有些事情 但三和天人牽涉到很多範疇 是 而且體力佔多一點 明白 你可以用努力來遮蓋你的不足 你會否也會看奧運的場合 當然會 平時的馬拉松也會看直播 我會先看大碧琪 會看大碧琪 看大碧琪的表演 我喜歡看跳水 跳水嗎 對 為甚麼 因為很帥 很帥 對 因為我本身很害怕 機動遊戲的東西 機動遊戲,離心力… 我覺得10米跳台很厲害 所以我喜歡看 就是喜歡看人們跳水嗎 對 跳到海裡 跳到海裡也可以 那你認識了… 三和天人也是跳到海裡 有的,不是嗎 就是你比賽跳下去那一刻 令他著迷了 很看 優比特之戰就是那一刻 他很可惡 他這個時候有點刺激 不過大家是不明白的 只有我才明白 不要緊,可能… 只是攻擊到我嗎 可能觀眾都想… 想知道 不,可能是想知道的 但如果想知道的話 可以留意他自己的YouTube 可能他自己會說 這個節目的日… 將我的日點放下來了 我記性超差 其實每一張都是我看的 但我每一張都說不出內容 希望大家可以學到更多的 奧運小知識之外 亦希望大家多支持香港的運動員 去看奧運 以及留意身邊的運動員 所以再次感謝阿Ling和CD 上來和我們玩遊戲 再見… 你們的感情裡 如果有分歧,會用甚麼方法去打 呼吸 呼吸?甚麼呼吸 有分歧 同學沒有? 你能否讀到? Sharpone Sharpone是誰? 不知道 你看看下面… 最近有很多廣告 我知道了… 你說,請… 請… 游泳是誰? 我的名字 叫甚麼名字 叫甚麼名字 阿 阿 你 你可以 我來看 你 可是我聽說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